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arnal Cycle 它是两个等温过程跟两个绝热过程所构成的和密循环 这两个是绝热 这两个是等温 等温 我们称这个叫做TH 这个叫做T Cool 或者你们的书好像是叫做T L T L Low Temperature, High Temperature 然后它的热是从等温过程里面进来 因为绝热过程没有热的进出 所以它的热是从等温过程 High Temperature这边进来 然后从Low Temperature这边出来 那么它这样子跑的时候 它是越机 因为它是可逆 它可以倒过来走 当它倒过来行进的时候 它就变成冷冻机 那么这个是卡诺循环 那么我们说过 它这个循环呢 有几个特点 就是它可逆 它的过程都可逆 那其他的热机啊 过程都是不可逆 热机里面它有爆炸过程 汽油跟空气一爆炸 变成二氧化碳 你怎么能够再让二氧化碳 又变回汽油跟空气呢 那是不可逆的 这个是可逆的 第二个它说 凡是它同样的这种热机 同样的是卡诺循环的热机 它的效率跟它是一模一样 那么我们上次说过 它的效率啊 Efficiency可以写成 1-TL over TH 我们现在改成L 因为你们书上是写L Tc是别的书上写的 等等我们就要证明这个 那么同属卡诺循环的机器啊 它的效率都一样 只要你的TH跟TL 是同样两个temperature的时候啊 那么它的效率都一样 但是如果你不是卡诺循环 就是你不可逆的话呢 那么你的效率 不会比卡诺循环更高 只是说不会比它更大 好 那现在我们先介绍 什么叫做可逆循环 可逆过程 叫做reversible process 可逆过程就是 你在PV图上面 我们画一个 initial state 你远着某一条路到final state 你是这么去 可以从initial变到final 它的pressure怎么变化 它的volume怎么变化 它也可以从这里回过头来 一模一样 回过头来 这个叫做可逆过程 我们说可逆过程 它有几个特点 就是它的进行呢 一定非常的缓慢 我们不要说别的了 比如说我在地上 地上要你走这么一条路径 我说你怎么去 你怎么回来 你走得去 你这么前进 你倒退了回来 退回原地 你的脚印能不能完全一样 能不能做到完全一样 要完全一样 那只有一个办法 我慢慢慢慢走 对不对 我每走一步 我去的时候 每走一步都画一个脚印 我回来的时候 就照这个脚印倒退 你不能说我跑去 然后又跑回来 倒到跑回来 你有那么大本事 完全一模一样吗 这不可能的 所以说可逆过程里面 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行进速度 非常非常的缓慢 每一个步骤 几乎都是平衡状态 就是说里头不再有热 本身不再有热的变迁 不会说这个区域的热比较高 这个区域热比较高 这里温度比较低 然后有热的交换 不是这样 它每一步好像都是平衡的 第二个就是 它不可能有爆炸过程 像我们一般热机 像这个内燃机 汽油引擎也好 柴油引擎也好 它有爆炸过程 这个爆炸过程绝对不可以 可逆的 那这就是reversible 如果不可逆的话 叫做irreversible irreversible process 现在呢 我们要证明卡诺循环的efficiency 可以写成这样子 卡诺循环的效率 ok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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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这个 好那现在我们就画一个卡诺循环 我绝热用别的颜色画好了 绝热过程 这也是一个绝热过程 那么红色的我们代表绝热过程 这个是等温过程 那这一点我们称它叫做A点 它从A点开始行进到B点 然后从B点行进到C点 C点再行进到D点 D点再到A点 这个循环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它在高温的这个地方 有热量进来 好在低温的这个地方呢 有热量出来 好这个就是卡诺循环 做热积的时候 那现在我们说 我们一般的热积 它的Efficiency都可以写成 一般热积 卡诺循环也不例外 它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好那现在我们就 主要就是你要把这个热求出来 QH跟QL你要求出来 求出来带进去不就得到Efficiency吗 对不对 好那现在我们就说 这个热是进出在什么过程里面呢 两个等温过程 于是我们就先算 等温过程里面的热 跟它的体积有什么关系 因为它不断的在膨胀 好我们现在假定 这个叫做VC 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过程里面它的Volume 这个地方是VB 这个地方是VD 这里是VA 然后这一点相对的pressure是PA 这一点相对的pressure是PB 这一点的pressure是PC 那这个pressure是PB 这样子的 好那现在我们就看 从A到B 跟C到D 这是等温过程 是等温过程 那等温过程的特点呢 我们现在就是要求 等温过程里面 它的吸热跟放热 到底跟什么有关 那等温过程呢 它的特点就是 Temperature 要等于Constant Temperature等于Constant的话呢 我们知道它的DU 就是U就是等于Constant U等于Constant 那么DU就等于0 DU就是0 我们以前讲过理想气体 理想气体 它的内能 仅仅是温度的函数 你温度保持一定 内能就一定 对不对 因此它的变化过程里面呢 内能的变化是0 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带到 热力学第一定律 的微分式里面 这个等于0 因为这个是0 那于是呢 我们就得DQ 要等于DW DQ等于DW 那么 积分以后 Q就等于W 那么W就是PDV的积分 它从V 它从V Initial 到V Final 这是我们一般的式子 好 那现在我们 温度一定的话 根据Equation of State PV等于NRT 所以它就等于NRT VDV Vinitial Vfinal 这个积分积出来 它就是NRT Natural logarithm Vf over Vi 等温过程里面的日 就是这样子的 OK 好 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来算QL 跟QH 算这两个日 我们从A到B 这个时候的Q 它是QH High Temperature 我们只算它的 它的绝对是正的 正的 进去是正的 所以它现在是从 VA膨胀到VB VA膨胀到VB 所以它是等于NR 它的Temperature 是T H 这个是VB VA 然后这个是 DV over V 这个马上就可以 做出来 NRT VH Natural logarithm VB over VA High Temperature 我们要保证这个字是正的 这个都是正的 VB比VA大 因此 Log VB over VA 是正的 这是正的 OK 然后我们看 从C到D 这个也是等温 也是等温 那么我们也算它的热 要保证它是正的 正的 这个都是正的 所以它这个 V一定要比这个大 现在是VC大 还是VD大 VC VD VC比较大 所以我们要从VD到VC 好 这个 RTC Natural logarithm VC over VD 好 我们把这个 带到第一式里面去 Efficiency Efficiency 就等于 E-QL Over QH 好 这两个E- 好 E- 减掉 这个比这个 我们 那TC Natural logarithm VC over VD 这是TD Natural Logarithm VB TH 我写错了 VB over VA 好 我们得到结果是这个样子 我们要证明的是那个式子 不是TL 我原来写TC 现在改TL 那可现在这个要等于这个 才会有那个字啊 那这个为什么会等于这个呢 要证明 所以以下我们就开始证明说 这两个要相等 那你怎么证明呢 我们就从它的过程里面来看 好 A到B 我们说过这是等温过程 Temperature等于Constant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PV 层级就等于Constant 因此它就有 P A V A 等于P B V B 有这个关系 因为Temperature等于Constant OK 好 C到D 这也是等温过程 那于是就有P C V P C P D V D 等温过程 好 然后我们看 从B到C B到C 绝热过程 绝热过程的PV有什么关系啊 它是P乘V的伽玛次方 要等于Constant的 所以它是P B V B的伽玛次方 要等于PCVC的伽玛次方 然后从D到A 它就是P D V D的伽玛次方 要等于PA VA的伽玛次方 这是绝热过程 然后呢 我们就 把这个值带进去 我们现在就 把这边全部盛起来 这边全部盛起来 左边全部相沉 右边呢 全部都相沉 一沉起来以后啊 这个P B 可以跟这个约掉一个 P B 然后呢 P D也约掉了 PC也约掉了 PA也约掉了 P通通没有了 然后VA可以跟这个 消掉一个 就变成VA 伽玛减一次方 我们写 就变成VA 等号左右分别相乘 我们就得VAVB的伽马之方 等于VCVD的乘上 乘上这个 等于VA伽马之方 乘上VB VC的伽马之方 乘上VD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VA跟这个约来一个 VB跟这个约来一个 那就变成VB VD的伽马减一之方 要等于VAVC的伽马减一之方 那从这里 因为都是伽马减一之方 因此这个括弧里头的值 就等于这个括弧的值 所以我们就有 VB乘上VD 等于VA乘上VC 于是我们就有 这里就有VC VB over VD 就等于VB over VA 好 把这个带入 第二试 第二试有没有 第二试跑哪里去了 这个第二试 好 带入第二试 好 那我们就得 Carnal Cycle的Efficiency 它就是等于TL over TH 只有Carnal Cycle可以有这个值 别的Cycle 你没有 你不是可逆的 都不可以有这个值 它只有什么 E减掉 QL绝对值 over QH绝对值 这个是所有的引擎都有的 但是唯有Carnal Engine 它另外还有一个这样的值 好 这个是我们证明 Carnal Cycle 有这么样的一个特点 再来我们就证明了 Carnal Cycle 它说了 它这个Cycle 没有其他的引擎 它的Efficiency会高过它这个 了不起跟它一样大 没有一个引擎的Efficiency 比它更高 好 我们现在要开始证明这个事 我们从这边好了 因为等等 就不需要来回跑 好 我们要看图 好 我们现在画两个引擎 一个我们用正方形来表示 另外一个我们用圆的来表示 好 这是一个热库 好 那个热库 了不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是high temperature 这个是low temperature 我们现在有两个引擎 这个引擎是carnel engine 就是它是可逆的 两个等温跟两个绝月过程 构成的可逆循环 这个我们假定它也是一个可逆循环 它叫做x engine 我们称它就是engine x 那现在呢 这个就做热机 这个做冷冻机 冷冻机 做热机的这一边呢 它就从高温的地方吸热进来 这个热呢是high x引擎所吸收的 high比较高温的那一边的热量吸进来 然后从这个地方排出去 q low x 然后它就做工 这个工呢 就开始驱动这个卡诺引擎 于是卡诺引擎它就变成冷冻机 它就从这个低温的地方呢 把热吸进来 低温的地方 这是卡诺引擎吸的热 然后在高温的地方 把它排出去 高温的地方排出去 好 我们就用这个来驱动冷气机 把冷气机 冷气机就从这个地方吸热吸过去 好 现在我们就假设 我们假设这个x引擎的efficiency 高过 carno cycle 的引擎 就是左边这个引擎呢 它的efficiency 比右边的要来得高 假设这样子 好 我们假设 假设 好 我们知道efficiency是什么东西呢 efficiency 它就是 它吸收热气 热气 它说它吸收 多少热量 然后把这个热量 能够转变多少变成功 它不能全部转变 一部分转变变成功 那么 右边呢 是卡诺引擎 卡诺引擎可以倒过来 我刚刚说它是可逆 它可以当热机 倒过来就当冷冻机 但是数字都要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它吸收这么多热 然后呢 会 我这个写错了 它是倒过来 它也是一个热机的形式 如果它是热机的话 如果它是热机的话 它吸收这么多热 它可以把它转变这么多功 因为efficiency相等 所以这两个相等 我们刚刚说过 这个引擎 所做的工 完全用来驱动 这个冷冻机 就是w相等啊 这两个相等 可见的 这两个不是相等 大于这个 我们说大于这个 大于这个 分子相等 分数是左边大于右边 那可见的呢 它的分母啊 是这一边 要大于这一边 所以我们就 qhc 要大于 qhx 有这个结果 有这个结果 然后呢 我们就说 这个引擎做的工 它是 它吸热 car no cycle 剪掉它 排出去的热 这个是car no cycle car no cycle 它当热机的时候 这个 它吸 比如说它当热机 吸这么多热 排这么多热 做这么多功 它是倒过来了 有这个关系 那么 对于x引擎来说 也是一样 x引擎 x low x 也是一样 好 那么因此我们就把 这个 high temperature的这边 拿过来 这个要等于 把low temperature的拿过来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说 他越从这里排进来 对越库来说排进来 这个是抽出去 结果它是什么 抽出去 不是我们看这边 这是进来的 要比这里抽出去的 大 所以最后热是怎么样 排到这里去 这边正好相反 这边也 就是说 排进来的 没有抽出去的大 抽的比较多 所以这边的热量被抽出去 就 totally 就是整个来说 这两个引擎 在一起 这两个系统 在一起 就把这边的热 吸了 然后排到 高温的地方去 OK 那么 这个就是 热了 也就是说 此系统 显示 这个系统 从低温 将热 排 是高温处 它能够从低温 把热量吸收 然后排到高温 但它有一个特点 不需要外供 这个供是自给自足 外界有没有给它供 没有给它供 不需外界供给 而 不需 供应 我们写外界 外界做工好了 供应工也可以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 这个系统相当于 顾 这个系统相当于 顾 依下 是引擎 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引擎 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引擎 就是 它就 采用 不可能的 這是calcius statement 就是你可以不要花本錢 不要花勞力 就可以把熱從低溫排到高溫 這是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就是沒看過 就是沒看過 你說為什麼不可能呢 我們也不曉得 但是就是沒看過 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 我們就寫這裡好了 違反 違反他 什麼條件之下違反他 這個 所以 所以我們說 efficiency of x 不得大於 efficiency of carnal cycle 這兩個都是 carnal cycle 只是一個叫x一個叫c 而已 好現在我們倒過來 同理可以證明 當這個倒過來的時候 有兩個都是可逆的 這是可逆的 carnal engine 本來就是可逆的 這個也是可逆的 同理可以證明 我們把這兩個對調 我們把這兩個對調 與 與 carnal engine 對調 那變成carnal engine 那變成carnal engine 現在做熱機 這個x的可逆的 這個x的可逆的 engine 做兩動機 同理可以證明 同理可以證明 Efficiency of carnal cycle 不得大於這個 這個 可逆的哈 好 x不能大於c c不能大於x 那只有什麼條件呢 相等 對不對 相等 所以 所以說 同為carnal cycle的兩個引擎 在相同的兩個溫差之下 在相同的兩個溫差之下 運作的時候 它們的efficiency 不分旋置 都一樣大 都一樣大 好 現在我們來看 如果 x引擎呢 它不是 carnal engine x 就是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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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不可逆者 唯不可逆的 我们可以证明 以刚刚的说法 我们说 这个 不得大于这个 它不可以比 Carnal Cycle的大 但是你要把它反过来 反过来不可以 因为啊 它不可逆的引擎 它可不可以做冷冻机啊 可不可以做冷冻机啊 你把它 这个不可逆 你现在把它调过来 它会不会变成冷冻机啊 它不会变成冷冻机啊 所以呢 情形就不一样 所以你就不能证明 不能证明 EC不得大于EX 从这两个 我们就知道 就是EX 不得大于EC 所以结论就是 你如果不是可逆循环的引擎 它的效率不得大于 Carnal Cycle 不得大于它 OK 好 这个是我们证明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这个Carnal Cycle 它的特性 好 接下来啊 我们要来讲一个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这热力学它是所以重要啊 它不单单是科技需要它 其实我们的 到最后 它已经在这个领域了 它在哲学的领域 哲学的领域 你学人文科学的 你也要懂得这个 你就是要有这种素养 我们现在介绍一种量 它叫做Entropy Entropy很抽象啊 我们国语呢 英文叫做Entropy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 有两种翻法 商 有的呢 把它翻成D 我不晓得谁 谁对谁错 后来他们都有理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什么叫商呢 这说来话长 我们现在慢慢来介绍 我们现在看一个 可逆的循环 这不是P PV 我们家庭这里有一个 Reversible Cycle Cyclic Cycle 就是循环过程 它是可逆的 可逆的 它这样子做 这样子跑 是热机 当它这样子跑 它就是冷冻机 OK 我们假设有这么一个引擎 有这么一个Cycle 那现在啊 我们做很多很多个 绝悦过程 这红色的我们代表是 Adiabetic Process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就做等温过程 比如说 我用别的颜色 这是T1 T2 这个画得不太好 没关系 就写T3 T4也好 我们就画几个就好了 好 热量呢 我们现在假定 这个过程 你这样子走的时候 它是两个等温过程 跟两个绝热过程 构成的可逆循环 这是一个什么Process啊 这是一个什么Cycle啊 Carnal Cycle 对不对 是Carnal Cycle 好 是一个Carnal Cycle 既然是Carnal Cycle 它就要服从Carnal Cycle的Efficiency C的样式啊 好 我们就说这个 这个时候啊 它是Carnal Cycle 好 我们就把这个 1-T1 over T2 要等于1-Q1 over Q2 Q1 Q2就是进来的日 这里 从这个地方进来的Q1 从T2跑出来的是Q2 对不对 这个是一般热的Efficiency 这个是Carnal Cycle的Efficiency 你如果这样的话 1-到这个 要等于1-这个的话 于是我们就有T1 over T2 绝对值 要等于这个绝对值 OK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两个 调一调 好 把T1拿过来 Q1 over T1 要等于Q2绝对值 over T2绝对值 好 那么现在Q1是正的 本身是正的 因为它是进入这个系统 所以我们就有Q1 over T1 要等于Q2本身是负的 因为它是从系统里面排出来的 所以在这里头你要写成这个 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负Q2 over T2 这样负负就是正的 所以它就等于负的Q2 over T2 好 我们把这个合并 把它统统拿到等式这一边来 就Q1 over T1 加Q2 over T2 要等于0 好 同理 我们在这个3 4这里也可以这样子证明 我们说这个进来的是Q3 从这里排出来的是Q4 好 那么我们就同理可得 Q3 over T3 加上Q4 over T4 等于0 等等等等 好 我们把这个全部加起来 全部加起来 那就是等于 所以我们就有 Q1 over T1 加Q2 over T2 加Q3 over T3 Q4 over T4 要等于0 假如我把这个绝热过程 两个画得很密很密 就是说这个当中啊 有无限多个绝热过程 你看当这两个无限小的时候 它不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它不就是这样子吗 这个温度几乎就是 就是 T温就是T温 T2就是T2 不像这么大 就是这个地方的温度啊 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的温度 就是这个Cycle的温度 OK 你看 刚刚你画这么大的时候 这个T温 只跟这一点一样啊 旁边都不是T温啊 对不对 但你画得很密很密的话呢 那那个等温过程里面的温度 就是那个Cycle 某一个State的温度 好 于是我们就有 从这里 我们可以得 Summation of Qi over Ti等于0 如果这个 分得很细很细的话 那么每一项都无限小 无限小 那么我们可以写成呢 最后可以写成这样 这很小很小的日 因为你那个地方很窄啊 过程很小 所以C进来是DQ 然后那个温度呢 就是那一个State的温度 它就做一个 这个就等于全部都 你从这边去是正的 从这边回来呢 是负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 封闭路径的积分 要等于零 就是这个结果又等于零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假设 可逆过程 所以这个只能够用在 可逆循环 这个量只能用在可逆循环 不可逆循环没有这个结果 可逆循环 好 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想 我们曾经讲过多少个 这样子的积分呢 讲过多少个 重力未能 弹性未能 外有引力未能 我都是重力 MG做的工 做一个 做一个环场机 就是做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等于零 弹力 做的工 做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也等于零 外有引力 做的工 如果是做封闭路径的积分的话呢 也等于零 好 我们遇到过这样的 对不对 当 这样的一个东西等于零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以前讲过 如果 F.ds 等于零的话 那就表示这个 这个力所做的工啊 跟位置 跟这个路径无关 不管你走哪一条路 没有关系 只跟起初 跟末后的位置有关 如果末后的位置 就是起初的位置 就它做一个循环 那这个就是零 因此这样的一种力 我们称它叫做什么 Conservative Force 对不对 Conservative Force 那么 这个工是什么呢 就是未能啊 这个工就是Potential Energy Potential Energy 因此Potential Energy 只跟起初的位置 与末后的位置有关 好 OK 好 我们 以这个经验来说 这个东西啊 它也相当于有一种量 只跟它起初的状态 与末后的状态有关 与路径无关 OK 与路径无关 我们就假设 它如果是从 如果从 某一个state 变到另外一个state的时候啊 就好像说 我们从某一点 比如说我们从 S1 从第一点 寄到S 第二点 的F DOT DS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写成负的 Delta 1 P 两个 未能差 的负值 就是 就是两个未能差的 就两个未能的差就对了 那现在呢 我们反照这个 我们就说 好 你的DQ over T 从state1 G到state2 我们令它 叫做 Delta S 我们就称 Data S 正负无所谓 S是什么 S就叫做 Entropy S就叫做 Entropy 不过呢 这是 这个跟路径无关 但是你要求这个值 你说这个Data S 到底是多少啊 你要求它的时候 你用的积分 必须要是 这个路径 必须要是可逆 可逆过程才可以 就是说 这个值是跟路径无关 跟路径无关 但是你要积分 积这个 是要用到这个 这个是可逆循环 可逆循环 因此我们就说 我们 称Delta S为 称为 Entropy Change Change of Entropy 叫做 山的改变 山的改变 这个 跟什么路径无关 与路径无关 但是你要计算 的时候 但 你要计算 Delta S的时候 Delta S 你如果要用这个 式子 你要用这个积分 必须是 可逆过程才可以 必须是可逆过程才可以 积分 路径虚为可逆 可逆 因为可逆才能用 但你计算出来以后呢 它是两个State的Entropy Entropy 不可逆的话 因为它 这跟State的有关嘛 这个State多少 那个State多少 就跟内能一样嘛 内能差总是一样嘛 不管你走哪一条路嘛 我现在要算这个未能差 我当然要走一条 我知道的路啊 我找一条 我知道的路来算 就可以算出来啊 路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算 对不对 算出来以后呢 这两个State的 就是这两个State啊 它的差就是 就是一个定值啊 这个叫做Entropy Entropy它的单位就是 这个是用Jower Jower per K Jower per K 那么这个是 这个就是 我们谈的 这个是我们谈的Entropy Entropy OK 好 我们现在 举几个例子 来给各位看 几个例子 我们要证明 Entropy有一个特点 就是 就是当它从 Initial state 变到Final state 它走的路径啊 如果是 可逆的话 它去的时候 Entropy是正 回来的时候 Entropy就是 等值的负值 所以一个循环是零 所以一个循环是零 但是如果你这个 State 1到State 2 是不可逆过程 还是有Entropy的改变 但是这个改变一定是正的 不可能是负的 不可能是负的 它回不来咯 回不来 你不能说它 一个循环是零 好 我们现在来 举几个例子 你要注意 我们做这个例子的时候 有几件事情 你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我们要求理想气体 做等温膨胀 不是等温 做自由膨胀 从VI膨胀到VF 等于两倍的VI 我们要求这个变化过程里头 商的改变 我们永远只是求改变 一个好像未能 永远都是未能差 你说这个未能 绝对只是多少没有意义 好 那你现在怎么做这个事 我们知道它 state的改变了 所以一定有这个 商的改变 但是我现在要算它 你怎么计算 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式子 但是这个式子 你一定要用在什么地方呢 积分入境虚为可逆 所以你要找一个可逆的过程 它的initial 跟final的体积 正好是final是initial的两倍 只要找这么一个可逆的过程 算出来 这个商的改变就确定了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找呢 我们找一个 当然你不能随便乱找 要跟这个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自由膨胀的时候 我上一次跟各位讲 free expansion的时候 它的温度有没有改变啊 温度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啊 所以它内能也没有改变 对不对 所以温度keep constant 所以我只要找一个 温度保持一定 它从v1vi变到两倍的vi这样的过程 那我就找什么 等温过程嘛 等温过程嘛 所以我们就用等温过程 用可逆等温过程 温度保持练 可逆的等温过程 因为我们已经假定这是可逆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 DQ over DT来算 它从State Initial State到Final State 因为是等温 所以我们可以把Temperature提出来 里头就变成DQ DQ OK 也是从Initial到Final 那么等温过程呢 这个我们已经算过好多次了 你应该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在等温过程里面 T等于Constant 所以呢 它的DU 要等于DQ 净DW等于0 也就是说U也等于Constant 所以它的Q这个时候 就可以把它变成DW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Delta S 它是等于T 本来是DQ 对不对 我现在写成DW 好 DW我们可以用PDV来带 V 到两倍的VI 好 那么 因为等温过程呢 还有一个 PV要等于NRT 所以P over T 要等于NR over V 所以这个就变成NR NR V I 两倍的VI V over DV over V 所以 它是等于NR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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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大于0的东西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这大于0 好 那么 这个是 我们利用 等温可逆过程算出来 但实际上 它是自由膨胀 它也是从VI 变到两倍的VI 但是你能不能反过来算啊 如果等温可逆过程的话 你把两倍的VI 到VI 这个来算 它就等于负的这个值 所以整个cycle是0 可是自由膨胀就不能够回来 你去了 就是 变了就是变了 你变不回来 因此我们就说 肯逆过程里面 有一个特点 记住 就是它的 NR的改变 大于0 不止这一个例子 我们还可以举别的例子来看 还可以举别的例子 我们要证明说 不可逆过程中 伤的改变 是大于0的 这个跟我们有息息相关 我们再看一个题目 我简单的写 你们自己把它标示清楚 一公斤的水 它从0度C 缓慢加温 到100度C 缓慢 缓慢加温 求它的 entropy Change 现在怎么做 我们先确定 可不可以用 可不可以用 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只能做 用在什么地方 可逆过程 我们说 那个水 慢慢加热 就是我加热的时候 很慢很慢 我加一次热进去 等它都平衡了 再加第二次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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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加到它温度变成100度 我们假设 这个过程是可逆过程 可不可以用美 非常缓慢 所以 可逆过程 可逆过程 就可以用这个 我们说 我们先写 State window State 2 那么 Q 就是水 的热量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用这个 M C DT over T 就说 DQ 等于 MCDT 这个是 水的比热 它就是从 273 到 373 绝对温度 0度 就是273 费点 100度 就是373 K 所以这个就 等于 MCD NATURAL NATURAL 373 273 我们把这个算出来 M1 就是用这个 1公斤 这个就是 一个 K卡 算出来 它是 312个 卡罗里 K 我们也可以写成 1306 9R K 这是从 0度 到 100度 当然这可逆 我然后慢慢慢慢 把它冷却回去啊 又变成 0度 那么从 100度 C 变成 0度 C 如果 倒过来跑的话 它只是负1306 负的 整个 cycle 的 总值是0 那现在我们再看 再看 如果我现在 要 把 两公斤的 0度C的水 一公斤 0度C的水 跟一公斤 一百度C的水 混合在一起 这两个要一起看 一百度C 然后一公斤 一公斤的水 加上 一公斤的水 0度C 一公斤 之水 我们要求 DELTA S 你两个 混合在一起 你就不能够说 我慢慢混 倒进去 这个时间绝对比这个缓慢的要快得多 所以这是一种不可逆过程 你不能用这个式子算 不可以 但是我们只有这个式子算 怎么办呢 那我就得找一个过程 它的起始温度 跟末后温度 跟我这个系统 一样的 然后呢 求它的 entropy 假定它是可逆的话 好 那现在我们就说 你看 这两个加在一起 变成什么 一百度C 一公斤 零度C 一公斤 变成什么 两公斤几度啊 五十度对不对 变成五十度的水 好 最后是五十度哦 那我们就想说 我把两公斤的水 从零度C 慢慢慢慢慢慢加热到五十度C 好 这个时候 它的entropy改变是多少 啊 咯 咯 생각이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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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定这是可逆 若视为可逆 如果是可逆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算 它的entropy要等于dq over t 它现在是从50度 50度是270度到50度 323k 我们还是可以写成mc 好 这个就等于 我们把这个算出来 它是等于2乘1 乘上natural 320log 273 它是等于多少呢 等于36kcal per k 也等于1046.5kcal per k 好 那现在 我们把这个用delta s'好了 delta s' 我们说 这个过程呢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合并起来 你看 0度c 0度c 0度c的水 变成100度c的 加热到100度c的水 它的entropy的变化是312 312 ok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 从0度变到50度 从0度变到50度 0度变到50度 它所需要 它的这个entropy是336kcal per k 或者是1046.5kcal per k 好 那么 我们就可以 看到 假定我们说 0度的时候 假设 0度的时候 它的entropy是0 因为它可以只是差而已 就好像我们位能 这个 位能差是100交2 我可以把这里当作0 那里当作100交2 也可以把那里当作0 这里当作负100交2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0度的时候 当作是 当作是 它的entropy是0 好 它加热到100度c呢 就变成312个 它的entropy就是这么大 好 我们就用这个字好了 就用这个字 好 那么现在是什么 0度c的水 只不过2公斤而已 2公斤 0度c的水 它加热到50度c 50度c 好 那我们也假定 0度c是0 那么50度c就是多少 就是这么多个 好 但是我们现在 这是两克 两克 就是说 这个过程呢 你先要怎么样 先要把一公斤的水 从0度c加到100度c 要这么多entropy 好 然后呢 再把这个跟0度c的 混合 混合 混合以后就相当于 后来又变成这个东西 所以呢 它的entropy的改变 entropy的改变 就变成这个 好 好 那336 减掉312 是等于 24个 卡罗里 per k 就是说我100度c 100度c的水 已经从0 entropy 变成这么多entropy 然后呢 再从这个 这个值 又增加了entropy 到这么大 所以它总增加值是 24个 卡罗里 per k 我们也可以 化成 jol 那就是等于 100.5个 jol per k 好 到这里 这个过程 不可逆 100度c的水 加到0度c的水 变成50度c的水 刚好可以喝 100度c太烫了 0度c又太冰了 你说这混一混 很好喝 可是等于等你后悔了 我还是喜欢喝冰水 另外一个说 我还是喜欢泡茶 用100度c泡茶 那你已经混合了 怎么办 你能不能把它变回来 你赶快给我变回来 变成0度c100克 0度c一公斤 100度c100公斤 可不可能呢 不可能 这不可逆过程 所以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所真 有没有可以看到 这个entropy 是大于0 我们的结论就是 凡是 把它写下来 凡是 不可逆过程 进行之后 一个系统 做不可逆过程 进行一个不可逆过程 就是一个系统 进行一个不可逆过程 它的伤的改变 大于0 伤是增加的意思 entropy 是增加的意思 这个表示 我们看看 有什么物理意义 如果你原先是100度c的水 它温度100度c 0度c的水温度是0 你这个温差是100度 后来是50度c的水 跟0度c 这个温差只有50度 假如你有一个热机 在两个温差之下运作 根据它的efficiency 1-tl over th 我们就当作它是最大的效率 跟卡诺转化一样 1-tl over th 那你是温差越大 tl跟th温差越大 效率就越高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efficiency efficiency e-tl over th 这个可以写成 th th-tl 这个温差越大 效率就越大 温差越大 效率就越大 你本来是100度c跟0度c 这个可以有个很好的 你这个热是很好用 可以转变成很好的工 可是你变成50度c以后 你跟0度c之间做工的效率 就没有那么高 能量还在 200 两公斤的 50度c的水 跟一公斤 100度c的水 热量是一样多 但是 两公斤50度c的水 它所能够产生的 比如说 热的效率就比较低了 那就说 这个能量还在 但是这个能量的 价值就比较低了 能量的价值就比较低了 比如说我们 汽油 汽油可以爆炸 然后可以推动引擎 这个效率多高 后来它把它排出热来 排到大气里面去 就算你能够把这个热收集起来 你能不能用这个热再来发动引擎呢 不行了 这个热太低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个能量还在 只是 它的品质降低 品质降低 OK OK 所以 什么叫entropy啊 我们也可以说 entropy就是能量的垃圾 the garbage of energy 能量的垃圾 我们 我们 大自然 多少个 多少个 不可逆过程 在进行 无数个 每一个进行 每一个process 进行 entropy都增加 都增加 所以我们 大自然的能量 就一再的 品质降低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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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人会变老 也是一样啊 怎么生下来那么活泼啊 小孩子跑来跑去 摔一跤爬起来又跑 像我这个年纪就不能摔啊 一摔就起不来了 骨头上一地啊 为什么 entropy增加 你知道吗 都是不可逆过程 在进行 每天 每时 每分 每秒 都在进行 不可逆过程 entropy都在 都在 变化 我们生命也可以说 entropy 增加 能量的垃圾 就增加 那么 因此我们 就想到 大自然 原先 它的能量啊 一定是最高最高的品质 但是这么多个过程 在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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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以后啊 都是不可逆 就把它所吸收来的能量 品质一再的降低 一再降低 能量不会消失哦 你只能说 高品质转变成低品质啊 量还在 但是它的 品质不好了 品质不好了 就好像说 我今天请 你们吃满汉全席 那个菜多丰富啊 你吃了 鸡肉 吃了这个肉 骨头吐掉 骨头就是垃圾 你知道吗 骨头就是垃圾 垃圾还能不能再请客啊 不能请啊 是给狗吃 给猫吃 就是这样子 品质降低 那我们吃剩下来的菜 都不好意思请人家吃嘛 对不对 不过 我听说在越南啊 他吃自助餐 像我们吃自助餐 你把东西拿过来 吃 吃剩你 他收尾就倒掉啊 对不对 越南不是哦 听说 他再放回去 剩下再放回去 下一次你来点的时候 照样算钱 这群越南吃东西要小心 不要吃那个自助餐 这个是题外话 所以 antrope增加在大自然里面呢 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那么在统计学 他就是说 antrope他怎么说呢 他就是说 某一种 某一个系统 它进行一连串的变化 会到达一个state 这个state 最后的出现一定是 几率最大的state 几率最大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如果你们哪个女同学 有一瓶香水啊 本来香水放在小瓶子里面 瓶塞盖好 外面一点味道都没有 对不对 外面是空气 瓶子里头是纯香水 但是你不小心把这个瓶盖弄开了 里头分子就跑出来啊 它越跑越多啊 起初是纯香水跟纯空气 然后呢 香水分子跑出来 跟空气混合 空气分子也跑进去 这个时候 有一定的几率 它越跑越多 越跑越多 出来 空气也越进去越多 最后最后最后啊 如果你这房间是密闭的 就是所有的香水都跑出来 跟空气混合 空气也跑进去 最后就是怎么样 混合得很均匀啊 这个就是最大的几率 因为你要看到一个分子出来 因为你要看到一个分子出来 这个几率非常非常的小 就是那一刹那以后就没有了 等于第二个分子 你说两个分子在空气里面 也只是一刹那 等等就没有了 但是等等全部都跑出来 混合得很均匀了 我这一秒看到是这样子 下一秒看到的还是这样子 对不对 就是它出现的几率最大 出现的几率最大 出现几率最大就是 无序 disorder disorder 本来 纯香水 跟纯空气 你看 这两个 分别的很 很清楚 后来混在一起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大自然 都是从有序变成无序 他不会自己从无序变成有序 他说这样不好 上帝为什么发明这种东西 为什么一定要单向进行 有序到无序 为什么不从无序到有序 为什么都是几率 state的几率从最小的到最大的 为什么不从最大几率回到最小几率 如果能够回去的话 那该多好 我告诉你 如果能够回去的话 就说无序也能变成有序 有序也能变成无序 没有硬性规定的话 今天我们活的世界 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可能不能适应 比如说我今天烧一壶水 炉子里烧水 我很确定 等一等水会开了 水开了 我就请你有客人来 我请你喝茶 我们两个供饮一杯茶 很有信心就是这样子 假如月不是从高温到低温 而是也能够从低温到高温 那你有朋友来 你说我拿一口水 跟一个炉子在烧 你只能跟他讲 今天看我们的运气 如果热是从炉子里 跑到水里面去 跑到高温到低温 我就请你喝茶 如果今天的热 是从低温跑到高温 等一等炉子 水壶里的水会结冰 我就请你吃刹冰 不确定 你想喝热水 不见到他就出现热水 他可能结冰给你看 那这个日子好不好过 不好过 我们总是能够知道将来怎么样 我如果按照震荡的情绪 比如说我们定律就是这样子 按照这种规则 有这样的开始 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但是如果说你有怎么样的开始 不见得有那个结果的话 那你今天活在世上 有什么意思 你无所适从 对不对 这就是热力学 第二定律 那么entropy 就是能量的garbage 能量的垃圾 我们每一天 都在增加我们能量的垃圾 人总有一天 全部都是垃圾 那 年轻的小孩子 为什么那么充足 他不平衡 他完全不平衡 等到像我们这么大以后 老了 完全平衡了 热也不会流过来 也不会流过去了 那所有的能量都已经降到最低了 那就 没有用了 所以 我们人 有生老病死 我们的环境 都是从有序 变成无序 这是大自然的一个规则 为什么这样子 我们实在不清楚 为什么要这样子 你只有哪一天 碰到上帝的时候 你去问他 那么 当年如果 秦始皇念过热力学第二定律 他就不会叫徐福到东瘾去 求长生不老药 今天也就没有日本国 那么 这个 可惜就是当时他 不晓得有 entropy这个东西 他一直 梦想说能够烦恼还童 我们 自己学期